谢谢奶奶 卖力的擦拭着沙门 平时在公所里为民服务的提代艺男 这天来到中和南山路的徐上玉秀奶奶家里 清扫居家环境 中和区公所议政灾防客客长李一平表示 为了响应政府的关怀独居长辈计划 每年都会出动艺男前往独自艺人居住的爷爷奶奶家中 进行年终岁末大扫除 春节将近中和区呢 我们关心我们这个辖里的这个独居长者 那我们带着中和区的酒味替代艺男呢 一起到奶奶家来做一个居家环境的打扫 并陪伴奶奶聊聊天 让奶奶能够感受到我们艺男的关怀 以及艺男的热血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做可能窗台的清洁 然后地板的清洁 然后还有座椅的擦拭 对 然后可能还比较高速 因为像如果奶奶要爬高的话 是很困难 而且非常危险 高龄98岁的学上玉秀奶奶 独自一人住在家里七八年 日常起居都需自己照顾自己 即便身体还算硬朗 但关节退化依然有许多行动不便之处 要清扫家里环境更是难上加难 还好有这些暖男的帮忙 省去岁末居家环境清洁的劳心劳力 我这么大的年纪了 你们大家好不嫌我 还给我来打扫 像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一样 我心里感觉得万分难 这是自己的孙子一样 我都闪到他们 我很喜欢 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 可以帮到奶奶很大的忙 然后因为他可能比较不方便 或是这些东西做起来可能会比较辛苦 那以我们来做的话 就变成说我们用很简单的力量 然后可以帮 就我们有那么多人 然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然后就帮助到 就帮助到奶奶来讲 那我觉得蛮开心的 平时就相当关心里内独居长辈的里长 沈文博 也在百忙之中博拢参与 区光所表示 透过寒冬送暖 一方面鼓励替代艺男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主动投入社会服务工作 一方面也让辖内的独居长辈 感受社会温暖 温馨环渡年节 综合替代艺男 在 中家新闻竹云家综合报导